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印度河谷文明是世界上四大文明之一 其璀璨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300年左右 位于今天的印度次大陆 涵盖了印度巴基斯坦 阿富汗一带 这个古老的文明以其先进的城市规划 复杂的社会结构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令人瞩目 首先 我们从印度河与农业繁荣讲起 印度河谷文明的崛起得益于这片土地丰沛的水源 这对于农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 让我们关注印度河及其支流的丰沛水源 印度河及恒河 雅鲁藏布江等支流的水源来自喜马拉雅山脉的溶雪和降雨 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富饶的水系 这个水系为印度河谷地区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 为农业和其他生产活动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河谷地区的沃土和水资源为农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印度河谷的土壤富饶 而河流的周期性洪水为土地提供了养分 使得这里成为理想的农业发展地带 农民们利用河水进行灌溉 种植小麦 大麦 棉花等作物 实现了农业的繁荣和多样化 印度河谷文明的农业繁荣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兴起 丰富的农产品为城市提供了稳定的粮食和物资来源 促使了城市的聚集和发展 在河谷地区 城市如摩亨佐达罗 哈拉帕等崛起 成为印度河谷文明的文化和经济中心 这些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体现了高度的文明水平 包括了先进的排水系统 砖器建筑和规整的街道布局 除了农业和城市的兴起 印度河谷文明还在工艺 商业和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工匠们制作了精美的陶器 金属器具和纺织品 这些产品不仅满足了当地需求 还成为了重要的贸易商品 同时 印度河谷文明的居民创造了复杂而丰富的文学 宗教和艺术传统 如废陀经和雕刻在印章上的象形文字等 总的来说 印度河谷文明的繁荣得益于地理福祉 尤其是印度河及其支流的丰沛水源 这片土地的沃土和水资源 为农业 城市和文明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形成了一个富饶而高度发达的文明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古老的城市 也就是摩亨杰罗与哈拉帕 摩亨杰罗和哈拉帕是印度河谷文明最著名的两个城市 这两座城市展现了卓越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工艺 被认为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都市中心之一 首先 让我们来谈一谈摩亨杰罗 摩亨杰罗是印度河谷文明的重要城市之一 位于现今巴基斯坦境内 这座城市的规划表现出极高的组织性 包括了规整的街道 精巧的排水系统和复杂的建筑结构 摩亨杰罗的城市布局呈举行 街道与建筑都按照明确的方向和比例进行规划 显示出对城市设计的深刻思考 城市中的建筑结构也令人惊叹 摩亨杰罗的房屋采用了专器建筑 而且还包含有多层楼房 这在当时是相当先进和独特的设计 此外 摩亨杰罗的宗教建筑 如大浴池和祭坛 展现了他们对宗教和仪式的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 哈拉帕是另一座引人注目的城市 哈拉帕与摩亨杰罗类似 同样展现了出色的城市规划和先进的建筑技术 这座城市的街道平整 平坛 整齐 排水系统精密而高效 哈拉帕的建筑群中包括大型宫殿 市场 神庙和居住区 反映了这个城市的多样性和繁荣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 这两座城市都拥有高度发达的排水系统 通过精心设计的排水沟和下水道 这些城市有效地处理了雨水和废水 维护了城市的卫生状况 这在当时是一项重大的城市工程成就 也显示出对城市规划和卫生的高度关注 这两座城市的兴盛不仅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筑上 还体现在他们的经济 文化和社会生活中 摩亨杰罗和哈拉帕的繁荣是印度河谷文明辉煌的象征 同时也为后来的城市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总的来说摩亨杰罗和哈拉帕是印度河谷文明最引人注目的两座城市 他们的城市规划 建筑工艺和排水系统 展现了当时人类对城市发展的深刻理解和先进技术的运用 这两座城市的繁荣不仅是印度河谷文明的骄傲 也为世界文明史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文字之谜 也就是印度河谷的未解之谜 尽管印度河谷文明留下了许多印章和印刷品 表明它们具备文字表达的能力 然而 至今尚未找到关于这种文字的确切解读 这是一个令学者们深感困扰的未解之谜 印度河谷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拥有一个复杂而神秘的文字系统 这个文字系统主要出现在印章 印刷品和其他文物中 但尚未被完全解读 学者们称这种文字为哈拉帕文字或印度河谷文字 发现的印章表明 这个文字系统可能用于商业 宗教或行政用途 然而 由于没有找到具体的石碑或文献 学者们至今未能对这些文字进行确切的解读 这给了印度河谷文明一个神秘的面纱 使我们对这个古老文明的了解仍然存在巨大的空白 学者们对于印度河谷文字的解读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 有些学者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表音文字 即文字符号 代表的是发音而非词译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表意文字 即文字符号直接表示物体或概念 然而 尚未有一种解释被广泛接受 这使得印度河谷文明的文字 成为考古学和语言学领域的一个长期挑战 解读印度河谷文明文字的困难主要源于文字样本的有限性 以及时间的推移 印度河谷文明的覆灭发生在约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300年之间 而文字的使用在此之后逐渐减少 最终失传 这段时间的漫长岁月 使得我们失去了与当时使用这种文字的人们直接交流的机会 尽管印度河谷文明的文字系统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但学者们仍在不懈努力 先进的科技手段 如计算机模拟和比较语言学 未解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此外 新的发现和研究也不断为解开这个谜团提供了新的线索 在未解之谜的背后 印度河谷文明继续以其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吸引着我们的目光 这个谜团的解开将为我们提供更深层次的了解 同时也为古代文明的研究开辟新的篇章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商业与贸易 通过广泛的贸易网络 他们与周边地区和远方的文明进行交往 创造了一个繁荣的商业社会 印度河谷文明通过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一个商业中心 印度河及其支流的交汇处为贸易提供了便捷的水上交通 使得这片土地成为连接中亚中东和印度次大陆的重要贸易枢纽 这种地理优势使得印度河谷文明能够与周边的地区建立其广泛的经济联系 考古学的发现显示 印度河谷文明的商业贸易范围之广泛 令人叹为观止 出土的贸易品中包括了黄金、宝石、贵金属以及其他各种珍奇商品 这些发现证明了古代印度河谷人民在商业和贸易方面的高度发达 也展示了他们对各类商品的需求和欣赏 其中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梅索布达米亚文明 印度河谷文明的商品如木材、香料和宝石流向梅索布达米亚 而反过来梅索布达米亚的金属、珍宝也进入了印度河谷地区 这种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促使了两个文明之间的繁荣 在商业活动中 印度河谷文明可能使用了一种被称为印度河文字的系统来记录交易 尽管这种文字尚未完全解读 但学者们相信它在商业和行政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这种文字系统的存在表明了当时的经济活动和对商业信息管理的需求 除了与梅索布达米亚的贸易联系 印度河谷文明还与阿富汗、伊朗、阿曼等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往来 这种经济交往不仅带动了商业的繁荣 还促进了文化和技术的交流 为印度河谷文明的综合发展做出了贡献 总的来说 印度河谷文明通过其广泛的贸易网络建立了与周边地区和远方文明的联系 出土的贸易品不仅证实了古印度河谷人民在商业和贸易方面的高度发达 同时也展示了他们在商业往来中对各类商品的追求和品味 这个繁荣的商业社会被印度河谷文明的独特性和综合性贡献了深厚的历史底蕴 接下来是它的宗教与社会 印度河谷文明在宗教方面也有独特的特点 通过考古学的发现 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河谷文明在祭祀和法治方面的丰富内涵 这不仅体现在祭坛和印章的发现上 同时也在城市规划的统一性中 展现了一定的中央政权和法治体系 首先让我们探讨印度河谷文明的宗教实践 发现了祭坛和印章表明 古代印度河谷人民积极参与了复杂的宗教仪式 祭坛通常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区 其规模和结构显示出对宗教仪式的高度重视 这些仪式可能涉及到神奇的崇拜 祭祀和其他宗教活动 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神秘力量的敬畏和信仰 印度河谷文明的印章也揭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 这些印章通常刻有动植物的图案 以及一些神秘的象形文字 这些图案可能是用来象征宗教符号或记录宗教仪式的 印章的使用可能与宗教仪式、贸易或行政管理有关 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宗教和文化符号 除了宗教方面 印度河谷文明的社会结构也体现出一定的法治特征 城市规划的统一性是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 各大城市如摩亨杰罗和哈拉帕都呈现出相似的布局和结构 规整的街道、先进的排水系统、多层楼房等 显示出一定的中央规划和组织 这种统一性可能反映了中央政权的存在 以及对法治和城市规划的管理 此外 城市中出土的印章上的象形文字可能与法治有关 这些文字尚未完全解读 但学者们认为它们可能用于标识、记录和管理贸易、行政事务等方面 这种文字系统的存在暗示着印度河谷文明具备一定的法治结构 为社会秩序的维护提供了一种组织化的手段 在宗教与社会的交织中 印度河谷文明展现出其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组织形式 祭祀和法治的实践为古代社会提供了一种秩序和信仰的框架 同时也在城市规划的统一性中展示了中央政权的存在 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印度河谷文明的了解 也为我们理解古代社会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线索 然后我们看一下印度河谷的文化贡献 印度河谷文明在文学领域的早期探索 尽管尚未找到大量的文学作品 但通过发现的雕塑和印章 我们能够窥见他们对艺术的独特理解和表达 印度河谷文明是古代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而其文学的遗产虽然数量有限 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在考古学的发现中 我们发现了一些雕塑和印章 这些作品为我们呈现了印度河谷文明时期的文学风采 首先让我们聚焦于雕塑 印度河谷文明的雕塑作品通常表现出生活宗教和自然的主题 人物雕像以优雅的姿态和细致的雕琢而著称 展现了古代艺术家对人体结构和表情的深刻洞察 这些雕塑或许是一种视觉的文学 通过形象的艺术语言传达了古代印度河谷人民 对生活和神秘事物的理解 印章也是文学贡献的一部分 其上刻有象形文字和图案 反映了当时的文学表达 这些印章可能用于宗教仪式 商业交流或是行政记录 虽然这些文字尚未完全解读 但它们的存在证明了印度河谷文明 在文学和书写方面的早期实践 文学的早期探索还体现在宗教文本中 尽管尚未找到大量书写的文学作品 但印度河谷文明的宗教信仰在其雕塑和印章中得到了体现 这些作品可能传达了一些宗教故事 神话和宗教仪式 为我们提供了对当时信仰体系的了解 印度河谷文明的文学贡献 虽然不如其他方面的发展那么显著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欣赏和探索古代人们 在文学领域的初步尝试 这些雕塑和印章既是一种艺术表达 也是一种文字的早期形式 为后来印度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 印度河谷文明在文学方面的早期探索 虽然留下的文献有限 但雕塑和印章等作品仍然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这些艺术品反映了古代印度河谷人民对生活 自然和神秘事物的独特理解 为整个印度文学传统和文化的演变提供了有趣而深刻的参考 最后我们看一下印度河谷文明的消失 这个古老文明在约公元前1900年至前1300年之间逐渐衰落的谜题 尽管有许多假设 但关于其灭亡的确切原因仍是历史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印度河谷文明是古代世界的瑰宝 其兴盛期见证了城市的繁荣 农业的繁盛以及广泛的贸易网络 然而正如时间的河流一样 这个辉煌的文明最终走向了衰落 历史学者们对于印度河谷文明灭亡的原因 进行了各种假设和推测 一种假设涉及到气候变化 有学者认为气候的变迁可能是导致印度河谷文明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了尼罗河水位的不稳定 给农业带来了困难 从而影响了城市的经济基础 极端的气候事件如洪水或干旱 可能对农业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使得人们难以维持城市的繁荣 另一种假设涉及到社会因素 这些历史学者认为 社会动荡、内部冲突或人口迁徙 可能是印度河谷文明灭亡的原因之一 这可能与资源争夺、权力斗争或外部入侵有关 城市的废墟中发现的破坏痕迹可能是社会动荡的结果 但确切的原因仍然没有定论 还有一种假设关注到了经济因素 贸易的中断、资源枯竭或者商业网络的崩溃 可能导致了印度河谷文明的经济衰退 贸易对印度河谷文明的繁荣至关重要 而一旦贸易网络遭到破坏 城市的经济基础可能会迅速崩溃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假设并非相互排斥 实际上它们可能相互交织 形成了导致印度河谷文明衰落的复杂原因 更多的考古学和地质学研究仍在进行中 为我们解开这个古老文明衰落谜题提供新的线索 印度河谷文明的衰落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题 唤醒了学者们对古代历史的追问 从摩亨杰罗到哈拉帕 从农业的繁荣到商业的辉煌 印度河谷文明的故事是时间的记忆 河流的痕迹 正是在这个衰落的谜题中 我们能够更深刻地思索古代文明的兴衰 人类社会的变迁 好了 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